老友相见 针锋相对 P哥3这次火药味很重啊 大家好 我是大嘴小巴 披肩斩棘的哥哥第三季播出了 这次节目组请了32位哥哥 第二季的现反场 主打的就是一个不思不休 32位哥哥总有几个闲眼包 王耀庆一出场就自带嘴毒buff 反问工作人员 所以你第一季第二季你都在 对啊 所以你喜欢第一季我第二季呢 你为什么又开始反问我 在郑佳颖雷区上蹦迪 我是尽量避免蓝色 不舒服 我的初五才就算是蓝色 我不会站在你旁边 所以你自己不会去海边 我海 香港的海是绿色的 OK 诶 可是这是蓝色诶 牛仔裤诶 拆台工作人员 我觉得演员在舞台中是超有优秀的 因为你会讲六交啊 你就会看镜头什么 这我们的经验啦 对 但是演员看见的我会被导演骂 哈哈哈 就没有他扑不了个梗 他还超级自来熟 跟郑佳颖一见面就聊嗨了 结果俩人是第一次见面 对你们以前很熟吗 我第一次见面 哈哈哈 哈哈哈 本次年纪最大的哥哥蔡国庆 一跟哥哥们见面就很有排名 他虽然55岁了 但精细神很好 保养的也还行 不过人老了呀 就容易怀旧 总是把自己的成名作品挂在嘴边 你们仍然可以管我叫 亲哥哥 或者 叫我 送祝福的小哥哥 主要是不是我最近给你们送祝福送少了 哎呀好啦好啦 知道365个祝福是你唱的啦 另一个很有排名的哥哥林志颖 最晚出场 却让全体起立鼓掌欢呼 此时余浩鸣拥有了镜头 两个人呢 都是受伤后浴火重生 节目组续动的 这也是林志颖车祸后 首次参加综艺 但她的脸部状态和声音都变了 林志颖第一季就收到了邀约 第三季终于来了 还跟郑家颖世纪拥抱 我的小鱼儿江玉朗 也轻回了 但本次最有看头的 还得是陆毅跟胡冰 先说一嘴啊 这俩人都保持的好好 尤其是胡冰这身材 这大长腿 能有52岁 说30我都信呐 这俩人呢 年轻时就开始battle 到了节目里还没见面 火药味就十足 不觉得 他们还觉得我们弱呢 他虽然比我小点 但看上去也挺老真 都选择对方的组挑战 都觉得对方好打败 然而 蝗狼补蝉 黄雀在后 其他组也看中了他们这两组 都觉得他们两组是最好PK的组 于是 路易组同时也收到了 蔡国庆组的战书 胡冰组最惨 收到了 路易组 林志勇组和 说唱组三组的战书 最后 胡冰组跟说唱组一起PK 等于是最弱挑战最强 但路易组呢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跟蔡国庆组PK 你看看 胡冰那个脸笑的 一个大写的幸灾乐祸 和他们同样惨的是品贯组 也被李九哲组和0713组同时选择 但这几人 递挑战牌的样子 需要长毛鸡地气吗 这是什么新一行 需要方式啊 只能做几个俯卧生出场了 最后的分组 品贯组也不出意外的 跟他们最不想挑战的0713组成为了对手 此时 品贯的金具有了 越不想碰到的对手 就越会碰到 除了这些个血眼包 其他人也蛮有梗 胡彦斌也是个自来仇 可以拉拢找不到伙伴的郑佳颖 还可以跟其他人打成一片 跟谁都能聊上几句 结果被蔡国庆给整不会了 他以前是专门的线下这种 这种 打碟的 不是 说唱组的宝石刚放话 你三十好几大老爷们 你老趴 你这个趴那趴 结果看到分组 感觉哪一组都惹不起 秒怂 把挑战牌藏衣服还不好意思拿出来的样子 你是不是忘了 你是个三十好几的大老爷们的 刚通过 偷偷藏不住里桑岩一绝出现的马伯迁 对自己的介绍 大家好 我是马伯迁 没了 我 就是马伯迁 莫非是成隔壁的张翰 我是张翰 演员 来了 马伯迁是觉得 自己的年龄合适了 所以才来参加节目 结果他是三十二位哥哥里面最小的弟弟 陈楚生看到李九哲后 立马唱了首张浩哲的歌 好男人 这个情节怎么四方相识啊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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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是 那是徐怀玉的歌 你的歌是那个 你是电影 你是光 对 节目组也要搞点事情 宣布首发值日升时 人苏小丁都站起来 拿着话筒准备主持了 结果 他就是苏小丁 旁边的王耀庆 嗯 浪费表情 但有一说一 就就这个主持功底啊 确实不错 中文英文都OK 本期节目的最后 上一季的信返场 势必要打败一个组 才能取而代之 火药味更浓了 节目组要这么搞的话 那我可就要看下去了 不多说啦 期待哥哥们的出舞台